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自埃及 对 它是在埃及的一个奇观 那它的什么由来呢 它的由来是什么呢 就是古埃及法老的陵墓 对 它是哪来装古埃及法老的陵墓 那为什么呢 它们是想到要让它们在去世后呢 也能过上很好的生活 所以就建造了这个金字塔来 把它们埋葬起来 那建造是如何建造的呢 对这个金字塔是非常壮大 非常庞大的一个建筑物 那它们到底是怎么建造的呢 一 它们先运输石头 砌好第一层后 在周围堆上沙土 再把石头砌第二层 直到顶端 就是一层接一层的砌上去 一直慢慢的砌到顶端 二 砌好第一层后 周围堆上盐和消石 在完工后 引进了尼罗河水 再把这个盐和消石融化掉 那塔呢 就会露出来了 这个金字塔又有什么功能呢 它是哪来埋葬埃及法老这个坟墓 那么有人也认为它像是天文台 可以观察星星 因为很高 也有人认为它可以用影子来推算四季的时间 好 同学们了解金字塔了吗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学一学 这一个成语 还有谚语 第一个成语叫做扶手听命 什么意思是扶手听命呢 就是顺从命令的意思 就是很服从它的意思 那我们可以怎么造句呢 来我们读一遍 王帝为人宽厚仁慈 因此人民们都甘愿扶手听命于他 对 由于他宽厚仁慈 全部人都愿意听他的命令 二 化腐朽为神奇 什么是化腐朽为神奇呢 就是变坏为好 变死板为灵巧 变无用为有用 就是把不能再用的东西变到可以再用 把坏的东西可以变到好的东西 再把死板的东西变成灵巧的东西 那我们来看造句呢 他将许多废弃的铝罐 制成漂亮的手工艺品 真是化腐朽为神奇啊 啊 同学们懂得如何运用这个成语和谚语了吗 那老师相信你们可以造得更好 好 那这里就是我们四年级华文单元27世界奇观教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